即使鎖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人最前线 那终于可以脱口罩了 那不过这行情呢 还是一个笼罩在区域动荡 这个昨天晚上10点40分左右 这个裴洛西传机到达台湾 那预计今天 也会在立法院院会务高层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对岸 这个对岸的一个反应是激烈的 那可能最近有为期一段时间的 军演 这个会有一些恫吓的一个情况 那指数 这个台股当然反弹过 到15000点这个地方就震荡 那我们看这个图表 老师在礼拜一 这间礼拜三 礼拜一下午盘放空起货 这个起货当然是 我们现在补掉了 14890空单进场 那这笔又是200多点 对不对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 我们这样讲 在一个行情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或者是行情有一个走空余率之下 怎么样利用 包括期货 选择权 甚至融券 或者是一些 跟指数无关的标的 你可以去做所谓的一个多空的一个操作 我想在适合的行情里面 找到对的策略 这是我想今天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这个 昨天刚刚讲过这个图表 对不对 三个圈圈嘛 分别表示在这个季线的位置 都是出现一些比较震荡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台股的部分 目前 指数面来看的话 指标转落 指标开始转落了 然后线呢 这个K线的部分 第一个跌破短期的5日跟10日均线 那目前手稳在月线 那一样 月线关卡是不可以被跌破的 这个跌破来讲的话 轻折回色前低 打第二只脚 这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状况 能够打第二只脚 一来创造好的买点 二来讲的话 它也是拉低的一个成本 但是不好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就再灌下去 这个行情反弹就结束了 我想这是后续 我们要跟大家所持续去做追踪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是我们期货 对不对 我想这个简讯很清楚 这个地方时间 这个礼拜一的 昨天 你看这个线是8月2号 那这是我简讯 4点58分 我想大家看 带会员 做发简讯 对不对 第一个 明不明确 是不是模棱两可 这很重要嘛 你看 台子震荡偏弱 对不对 我们建立空单操作 很明确做空 好 目前价位在14890附近 放空台子 其一口 我觉得当时发讯的时候 价格大概是在14892 893左右 都可以空得到 甚至还有 小嘎一下 现在十几点 不是很多 都是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也一样 会设停损 不是做了就不管 当然我不可能 这个就让风险无限扩大 对不对 所以说 停损价一旦 出价 不是穿价 只要碰到 就出 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碰到就出 所以说 当时是设在14945 所以你看这个K线 都没有14945 那礼拜二 昨天对不对 这个 Peroci来台的消息 一出来之后 昨天是一个重挫的情况 那大家很清楚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在看讯息 这是老师在看 老师自己看的画面 这个是期货画面 对不对 左边是日线 对不对 日线 然后有指标 对不对 多方收敛 短线有指标 这个短线指标转落 那昨天 压力线 压力线之下 那我的防守怎么设 我防守设价力线之上 设高一点点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来的话 我就空单续报 有来的话 怎么样呢 我就获利出账 这是昨天 一直到昨天 礼拜一下午到 夜盘震荡 到礼拜二开盘 大概开盘 大概到中午左右的时间点 行情就这样走 所以我们为什么 当然这笔单我又补掉了 我就跟他讲过 加入老师会员 最好的时机是什么 就是我在空手的时候 因为你说我进去了 对不对 你不要说我这个一单 做到赚到 然后呢 然后你就说 我怎么老师 好可惜我没有进去 那我想不需要 这个现在我其实我空手了 这个行情我觉得蛮扑朔的 到底说 这个裴若西离开之后 这个文攻五合会不会停住 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我认为要修正 也不是因为裴若西的原因 原因之一 好吧 那因为过去 上个礼拜开始到礼拜一 对不对 行情反弹的过程当中 这个成交量一直出不来 那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个价格的部分 你就不容易去做展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原来是往上追高 第一个 主流都不在正规军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往上到万五关卡之后 量出不来 那这个量出不来来讲的话 这个操作上 就你就必须要稍微谨慎一点 你可能要 有些风险 你是要避开的 那有没有 在避开风险之后 转而去找到一些 可以操作 可以获利的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有时候不是 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不是说 跌破万五就买点 跌破万四就买点 联电跌破五十块是买点 跌破四十块是买点 不是这个样子吗 台积电六百块是买点 那结果现在呢 五百块都 五百块保卫站都还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想我们操作来讲的话 一定要第一个 你要重视整个外在环境趋势 那现在显然呢 它又是开始进入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为什么你大家要 关注老师的频道 法人最前线 这个Lite的部分 甚至我的一个频道 YT的一个部分 重点就是每天我们帮大家去 检视这个行情跟类谷的一个部分 好吧 那当然这个指数的部分一样 今天利手月线 月线不能破 这是一个重点 月线破的话 我讲嘛 月线破轻则回测低点 可是重则会不会跌破 所以说万一这个地方 我们说先做假设 万一破月线 回测低点 关键是不能破低点 这是我们后续要持续 帮大家观察 如果说月线守住了 再往上呢 那看亮了 没有亮的话还是横盘 也是很辛苦 有亮 这个就必须要怎么样呢 你要有景气带动 你要有需求面带动 那就观察一下吧 我想这边还是要持续观察 或是我们之后的操作策略 找到一些跟外线环境无关的标的 这是目前景气上的一个变化 也是一样 目前的景气面 是稍微比较疲弱 因为三大经济体 第三季是台湾传统的拉荷旺期 可是问题是现在 美国的制造业指数往下掉 欧洲更不用讲往下掉 中国也是一样 只好一两个月就往下掉了 那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连续性 我认为目前就是 那说我们之前看好苹果干点股 当然这个因为裴洛西访台 或者是因为这个特殊事件 我想我这边还是暂时代会员 做一个稍微保守的部分 那待会之后会不会放空 或者是会不会 这个刚好现在除息除息也过了一半 很多股票 你要你要做空的 你要你要第一个要有卷 现在融资少 融卷也很少 然后你要有卷 然后呢你要记得要避开 避开所谓除息除悬的一个部分 这很重要 不然你就会被 在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能被迫要回复 我觉得这就是很辛苦的点 那当然选股比赛就参考了 因为毕竟现在行情变数比较大 最近的选股就比较 我觉得不是很及时的部分 那持续关注老师频道 那至于这两天呢 近期呢一样 观察月线 月线不能跌破 月线不跌破之下 我们先看这个裴洛西 可能这两天离台吧 那个之后的一些情况 的一些氛围 那如果说没有 最后没有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延续这个8到10月 选签行情 那只是选股的部分 我可能会改变一下了 可能还是要找这个 第一个当然低档区没有异议 第二个还是要找一个 跟指数 跟外在环境 可能是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标的 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 我比较轻松一点 那大家也比较能够 从里面去赚到钱 我觉得这个样子 好不好 那我想这个今天行情 这个分享就很简单 我想持续订阅老师的一个分享 好不好 那至于说 会不会再回来万事呢 我觉得再观察吧 真的回来的部分 这边一样 最低门槛 欢迎大家加入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实评估 并次不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